迎来2020年的新年的终生 我和其他女人一样 年前做个头发 想美美的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约上几个同事 年前聚餐就此刻别回老家 但就头三十的两天 爱人突然腰扭伤 只能叫来120急救车 把她拉走 开车回家的计划跑堂 好在医生说不严重 突然感觉人生无常 焦虑沮丧的情绪奔涌而来 紧接着 新闻播报的疫情 每天发展很快 多地已开始封城 每天大家都足不出户地 看着新闻上的疫情数据 平时不在意的口罩 竟然变成了硬通货 全国上下扭成一股绳 抗击这场无销宴的战争 在这次疫情中 我们看清了人性的美丑 有不惧危险 逆行的白衣天使 穿着纸尿裤救人 也有自私自利的医闹 威胁着医护人员的生命安全 我开始翻看 原来在沈阳老家的视频 感觉这些 再普通不过的家人聚餐 如今却变得那么珍贵 平常随时买张高铁票 回老家是多么简单的事 而如今只能在家人群里 互相嘱咐 别出门戴口罩 记得去年夏天 第一次带孩子去见我奶奶 奶奶看着小家伙 兴奋得像个小孩 一大家子聚餐 聊天 其乐融融 我计算过 每年最多也就两次看奶奶 如今她已经84岁了 我算了一下 检查的次数 会突然感觉害怕 每次我走 她的表情都会出卖她的内心 似乎只有经历过大事 我们才开始懂得珍惜 这次疫情的到来 让很多人清醒地认识到了 事实无常 让我更加明白了 什么才是最珍贵的 趁着亲人掌备健在 好好珍惜 孝顺他们的机会 所谓用名牌 装点的那份虚荣和骄傲 在生命面前 根本不值得一提 只要一家人 健康平安在一起 就是最大的福气 感谢收看蝴蝶视频 记得关注 下期见